中華是中小企業的環境 本來還有超過1萬7千間的工場 中華還有很多文献的冠軍 有很多中華人生完的 全國台灣東包島主企業的議會 在在會長和全體會完的一組幾下 關鍵500萬給中華館政府 要關鍵的復康巴士 社會求助金和好好AED技術室 既然幫助中華館民過更好的生活 中華館長和美鳳 感謝全國台灣東包島主企業的議會 感謝英官及中華館做社會公約 中華是中小企業的環境 共同數量超過1萬7千間 很多企業在大陸都有投資 全國台灣東包島主企業的 在會長和全體會完的一組幾下 關鍵500萬給中華館政府 待起任一會長表示 做愛心無分時間 來雙朋友的意見 香港是台灣經濟系列的安心 這次回來希望可以回饋鄉里 做愛心不分時間也是風雨無阻的 非常感謝彰化縣政府 我們這些同仁們 在不上班不上課的情況下 還來這邊舉行我們所謂的愛心捐贈的儀式 台商朋友們在以前 被定義為台灣經濟實力的延伸 但是疫情這三年 我們感覺有一點被邊緣化 也被污名化了 所以我覺得非常有必要 我組團把中國大陸 全國各地的這些台商朋友們 召集回來 第一個呢 也回來我們的家鄉看看 有沒有哪些投資的機會 可以對接的資源 那第二個呢 我們希望能夠宣揚台商朋友們 他自己本身的正面的形象 我們在中國大陸累積的一些資源 那我們也希望回饋給我們的鄉里 回饋給我們的同胞跟鄉親 王館長表示 大家去年議會這件事 給人配合 感謝他們來到章話 章話有很多所在的島主 官府也提供上京速度的一站社合部 歡迎大家來章話島主 李會長代理的團隊 他們平時非常用心的在企業的發展 取之於社會又回饋於社會 對於我們台灣的鄉親 非常的一個關心 那這一次呢 特別針對彰化線 我們捐贈了五百萬 那先證我們把它用在第一個富康巴士 以及我們的這個弱勢的一個救助 還有部分 我們用在我們的這個AED的部分 來這個照顧更多的孩子們 那在這邊再次的謝謝 李會長及所有的鄉親 我這邊也要特別謝謝 那我們呢 因為我們彰化也是一個中小企業的原鄉 我們在外的台商也非常的多 也要謝謝我們的陳會長及 各位的禮監事 那他們呢 也在這邊大會裡面 極力的主張說 應該要回到彰化來做相關的一個捐贈 這次說 關鍵的五百萬 將會買一台富康巴士 和提供社會變年後 做經濟吉林救助金 另外在後方的部分 也將買三十台AED 作為經濟的救護 守護自身的健康 新中華新聞 北邊林中華 柴鳳伯德